教你个打人一打一个准的法子 在无意乡打过四个门口 便可以在武行开宗立派 这是两百年的规矩 这是倭寇的刀 不能流传 这是抗我军用的刀 当初你就应该杀了我俩 为夫人和护卫 你为什么要认 大人 护靠 有秘密 做个交换 这有问法 叫什么名字 如言 如想 生死比的是反应 看咱俩谁更快